《中国足球》 唯独只有这球员的纹身是越来越花里胡哨了 比他们的技术赏心悦目的多了 今天的节目就来聊聊这中国足球和中国纹身 到底谁该为糟糕的成绩负责呢 最近呢中国足坛发生了一个比较可以说是离谱的事情吧 就是据说呢中国足协下了一个这么一个禁令 说就是让自己的球员就是禁止让他们那个露纹身 对啊那么这个禁令 下来之后呢就是引发了很多的吐槽啊 说那以后呢像比如说张立萌这样的球员 是不是得像木乃伊那样的上那个球场是吧 就是真的是很多人就表明了这种不理解的态度 觉得是有点过分 那其实呢还有就是这个禁令下了以来呢 还有一场比赛中国队和那个卫尔士队 就是当时结果好像是林秉立 然后呢所以说也是再次迎来的一些争论 将两位有关注这个事吧 我感觉呢因为这个事情呢 让我开始觉得有一点不好理解在哪呢 就是如果说限制球员纹身 那么你如果是有一个由头 就是说哪个队员身上纹了一个什么不雅的东西 由这件事情引发出来 就是作为职业球员的话 你们应该管控好自己 不管是管控好自己的思想 还要管控好自己的皮肤身体 这个倒也好理解 但是没有 只是就是一个很突然很唐突的一个决定 就是说不许纹身 不许暴露纹身 所以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在哪呢 因为我原来的 洪姐清楚 我原来是咱们深圳足球队的领队 是的 我记得很清楚 99年我跟深圳队一起到云南的昆明海耿基地 去这个东迅的时候 当时海耿基地 云集了大概十几支中国的职业球队 在那里面集中的训练 管理这个基地的呢 是中国足协委派的八一体工队 就是我们中国军队的这种体工队的一个政委 叫做常万成 这个他当时是个大校啊 军衔高居大校 长大校 那个时候抓的一点 抓什么呢 就是所有队员不允许留长发 就像我这种头发的长度啊 都不允许的作为球员啊 当时他居然抓到了我 我当时的头发比我现在还要长一点 长发飘飘 他说不行 他说你这个头发必须要剪 我说第一 我不是球员 我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那也不行 你只要是在这个基地里面生活 就必须减发 这个当时 你看这已经是19年前的事了 99年的事了 这个我相信呢 就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呢 他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的 这种做法 这种思想 始终没有变化 就是还跟我们一些很简单 还那个允许留两根手指 还很简单粗暴的这种管理方式呢 跟20年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对 洪姐有关注这个事吗 这个孙子李老师 作为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老总 你怎么看这么一个境内 是的 是的 刚刚就是威尔士零比六之后啊 有这样的消息 那么乍一听起来啊 从足球人这个层面讲 听着有点扯 最早 网上也确实各种吐槽 那么这个足球纹身 和足球体育成绩本身 它有没有关联 这个是大家要讨论的 就是是不是由于有纹身 才导致的比赛实力 还是由于 就是说你把纹身管制力好了 中国足球就上去了 其实它不是一个对立的 就是之前 咱们多少年之前 咱们球员没有纹身的时候 身体干干净净的时候 是的 这个水平也没见 是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跟这个纹身 所以实际上它不是对立的啊 就是说中国足球如何能够 从现在的这种啊 这种竞技水平能够向更高层次的去发展 我想足球 球员纹身本身不是主要 不是主要的原因 这个话题呢 我们也稍后再深入的聊 那么其实呢 我们知道像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足 那个文体不分家 那其实呢很多 就是全世界的就是体育明星啊 也是有很多著名的那些运动员 都是实际上有纹身的 而且其实我相信就是 美丽的一个身体 就是他们就是做了一个纹身 肯定是有 就是有一个美观的作用 是吧 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么认为 那么你们有了解 哪些比较著名的代表 我讲一个呢 可能中国球迷不太熟悉 甚至说没有太多关注 但是我一提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 谁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 是咱们 现在韩国国家队的助理教练 也是原来韩国的 很著名的一个球员 叫做车斗里 就是车饭跟车之导的大儿子 哦 车斗里呢 因为他生在德国 他80年出生在德国 后来又在德国 以及苏格兰踢了大概十年的球 他整个的这种的 就除了他长了一副 东方人的面孔之外 他整个的思维方式 跟欧洲人几乎没区别 他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咱们可以看啊 中日韩 咱们东亚三个国家 受这种 这种这种儒家思想 这个影响比较深厚的三个国家 好像只有中国球员 闻声闻的比例多 韩国球员 日本球员很少 而且我印象当中好像 如果在日本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是有闻声的话 这个好像是跟某种社会的团体 是有似的瓜哥 他比较喜欢染发 我发现 对 所以只有中国 那么作为韩国来讲的话 是同样 车度里当时就是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 他的两条胳膊上 花壁 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 他的妈妈就是车饭跟的太太 不允许他跟家里面人 一起坐着吃饭 就是我们吃饭的话 你必须离开 因为我看不惯 后来到最后 就是车度里的 还是东方的这种 东方的传统 后来车度里 就这个没有办法 就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必须穿一件长袖的衣服 把这个纹身 就跟我们现在要求球员 要折挡一样 所以说 你像咱们国内这些球员 我相信 给他们冲击最大的 都是这些欧美的球星们 是的 从小辈开始 还有效仿 有效仿 是吧 从小辈开始 那么这些人 就是说 你说他作为一种模仿 或者说作为一种崇拜来讲 这是他 我个人感觉 这是他个人的 个人的一种喜好 个人的一种选择 对 没有必要 说是以一种什么 行业的一种的规矩 或者说一种的政令 来这个限制他 这个没有必要 对 有这样一句话 说这个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这个纹身的不一定坏人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有可能是唐僧 说文神的不一定是这个 比如说很负面的 他有可能就是岳飞 那你说岳飞当时 岳母赤字 那是不是文神的 应该也算吧 李老师应该算 算 那么实际上呢 岳飞岳母赤字 应该激励了我们 京中报国 实际上我相信国族 就应该用京中报国 这四个字 如果我们国族队员 都从背上赤字 京中报国 是不是中国足球 就上去了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 因为为什么这个话题 引起了这么广泛的 这个议论 实际上中国足球 的的确确 我们的竞技水平 在世界上排名 应该是四五流的 但是我们球员 个别球员 或者说文神 已经达到了 跟人家这个 国际一流球星比肩 这确实会引起 很多人吐槽 这也可以理解 是的 文身被禁 未必会让国足提高成绩 但是也未必是一件 没有意义的事情 只是个人行为 需要被如此紧密的约束吗 会不会对球员的发挥 产生影响呢 嘉宾赞成这一举措吗 请继续收看 那么为什么 就是这些球员 他们喜欢文神呢 像刚才 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 对 我觉得 你看 咱们举一个例子 我还是说回到 车途里那个 他闻的很多的东西 是他两个孩 两个孩子的 类似于生日 或者说 在他的家庭 在他的子女 成长过程当中 一个让他印象 特别深刻的一个什么事件 说回来 咱们中国球员 最著名的文神代表 就是广州恒大的张林鹏 是的 那个基本上 已经是体无完肤了 我没有跟张林鹏 具体请教过 我说你这个图案 这个字 代表着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的 这个张林鹏 这个球员 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呢 他是一个对自己 非常苛刻的人 甚至说对自己 已经到了那种 就是强迫症 在足球方面的强迫症 是一种很极端的表现 我记得那还是很早 他刚来恒大队 没多久的时候 当时的恒大的主角 当时还不叫恒大呢 广耀 广耀 当时广耀的主角那是李张珠 对的 是的 李张珠跟我讲 他说这个张林鹏呢 他说 哎呀 他有一点 我觉得 我又很敬佩他 但是我又很这个担心 什么 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他过于严格 比如讲 今天下午的这个训练 他认为自己 哪一个地方做得不好的话 他训练完之后 他要强迫自己 再去 再去练 我必须要达到一个自己的 什么样的目标才行 这个我相信 这个跟他的这种 所谓他的这种 纹身哲学 是一样的 就是他对自己是一个 很苛刻的 很完美 很追求完美的 追求完美 这个地方 露了块皮肤 这个地方 我应该用一个什么东西 把它这个填补上 这个实际上是他的 所谓的他自己人生的 一种的哲学 而且呢 咱们这么看吧 你像我相信 这个纹身跟 跟宗教 跟信仰都有很大 是的 比如说有过去像许多 这个帮会啊 他有许多他的图腾 他必须通过来 刺青来表述你 证明 是的 但是心上有许多球员啊 包括我也是 这个从事足球 这个管理工作 已经十几年了 也见过球员文神 我也问过 他有许多呀 他是自己勉励自己的话 他需要用这种东西 像座右铭一样 但是他要求用这种东西呢 表现 就是说我永远用这种铭记 我作为一个球员 我应该做什么 像您会理解吗 是的 会 就不会反对 这个我们是 因为这个本身身体 它属于他自己 他是自己 他如果不是说 这种纹身是很庸俗的 低俗的东西 这个从俱乐部层面 还没有 这个对他们进行 所谓的这种管理 但是我觉得引导是必要的 引导是必要的 那么这种 因为我们像我们的球形 可能效仿这个国外的这些巨型 但是我们未来的孩子 特别现在大力发展 这个青少年 校园足球的情况下 小孩是不是也要效仿 他心目中的 中国的这些球形 也要去做这种纹身 那可能就 就是作为球员 除了你自己 你身体是属于你自己 但是当你 这个你的使命 这个要求你代表 一支国家队的时候 你就不属于你自己 你属于这个国家 你属于你是榜样 你是一个这个 你是个社会公众人物 那可能从俱乐部层面 从这方面对于球员的 这个引导和教育 我认为也是十分必要 好的 那么呢 我想禁止现在的 所谓的这种球员的纹身 是不是能够让更 这些年轻的球员 不要过早地去效仿 这些所谓的 他心目中的球形 或者是榜样 在这个纹身上 去更 去把精力放在这上 而是更重要的 把他们的竞技体育 和他们的道德 和他的操守 更多的 通过一些其他的比赛 来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更小的青少年 我想初中 应该是从这上来去 你认为呢 咱们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 因为刚才洪姐讲的 我觉得呢 我本人非常的认同 咱们从另外的一个层面来讲 就是 这么多年以来 我在好多年之前 我就跟别人开过玩笑 我说你看 我是之前讲过我自己的例子 我说19年之前 我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都不允许我留长发 这个前些年 从队员的这种发型 发式上来讲的话 很自由 没有任何的管束 对吧 包括什么染发 头发的长短 没有任何的管控 我觉得 我说中国足协的管理者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人性化了 不像原来我当时从业的时候 19年前 上世纪末 那种的家长式的 粗暴式的 这种不进情理式的管理方式 没有了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 又突然间出现了一个 我自己把它评判为 咱们先不说 求原文身 对不对 好不好看 咱们先不说 就是这种 它的这种方式 一下就让我想到 19年前我经历的那一段 所以我就觉得 这里面可以探讨一下 是不是我们 又回到了原来那种 所谓外行管理内行 这种所谓 李老师这话很精确 所谓门外汉 来管理这种专业领域方面 这个是很让我顾虑的 我觉得呢 禁止门身 这些事情都很小 关键就是说 什么人制定出来 什么人要求这么做的 就是第一 我相信这个蔡振华 所谓的蔡主席 这就是刚才在我讲的 在这么多年之前 对求原的个性 他基本上是容忍的 是的 并不是说 因为足球 对 并不是说我鼓励你什么 至少我这个容忍你 因为蔡振华本身 他就是运动员 他当运动员的时候 他对自己形象的 那种的苛求 追求 可能比现在的足球运动员 来讲的话 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候当时他 每次 每次乒乓球比赛前的时候 都要把自己的发型 整理得非常干净 整洁 那个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 你那甚至说 比现在你纹 在自己的手臂上 纹一个 纹一条龙 纹一条什么样的纹身 还要刺激人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 一种心理暗示 我上场比赛 我就要一丝不苟 他有一种庄严感 庄严感 对 而且他是一种 他这一种 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暗示 所以当时日本的记者 日本的球迷 把蔡振华这条 这种三七开的 这个线 叫做心干线 就是这样 所以说蔡振华 因为他是从球员过来的人 他知道运动员们 自己平时刻意的 在这种追求什么 他能够理解至少 所以现在的足协的领导人 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 我先不管他对不对 那是另当别论的事情 至少我感觉 这还是一种家长式的一种干预 之前有人说过 就是这个是 就是中国足球 他应该做健康的文化 健康的文化表率 是的 就是这个观念 就是他们觉得文社 不是健康的文化的一部分 是颓废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 而是一个观念停留在 某一个水平和时期的 这个咱们举一个例子 是的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他是犹太人 他当时跟我讲了个事 他说我儿子呢 这一个举动的 把我惹得很愤怒 说那天他去这个文身了 我说作为美国人 这个文身不是很正常吗 他说不是 他说你不了解 他说作为犹太教来讲的话 如果你文身了 这个在我们看来是 你要是文身了 你的身体就不洁净了 你死了之后 是没人替你收尸的 所以说这是大逆不道的 那么换过换回来讲 中国是一个 我个人感觉呢 是一个没有这种 没有宗教的社会 甚至说不强调这种的 那么作为求援来讲的话 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他是没有这种 所谓的这种宗教方面的约束的 他完全 他所谓的约束 完全就是他自己 他追求的就是自己 我像包括这种所谓音乐人 娱乐圈的人 体育界的人 我相信他们都是一种 自我方式的一种的追求 跟这个表达 他并不掺杂别的东西 甚至说 甚至说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的信仰 我只信我自己 这个是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的 我不是说 他虽然不是主流 但是也都是可以理解 我总觉得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社会 甚至说 咱们现在咱们把话题扯人家 正在所谓的 在中美之间 我们在批判美国 批判特朗普 对中国所谓的商品 征收关税 我们还一直在讲 这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要包容对方的 所有的这种的 各方面的东西都要包容 但是我们恰恰在对自己的 球员 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的年轻人上 我们做的这种包容容忍 还是太少 这个没有必要 大可不必 中国足球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崛起呢 这个世界性难题 可能嘉宾也答不了 但是毕竟自家的玩 不争气也要打起巴掌 万一有效果了呢 所以我们还是简单地聊聊 如何才能让国足 拥有一个看得过去的成绩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请教一下 我们行内人士 行内专家 对 您认为中国足球 对 就是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 或者它真的何时才能够走出来 应该说中国足球是 这个遭受球迷 这个应该 无论叫谩骂也好 辱骂也好 已经是几十年了 几十年如一日 从来都是没有减弱过 那么特别是这次 中国杯 这个0比6 两场输了10个球 丢了10个球 这个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这种大战 特别刚才夹杂的 刚才的话题 又跟文神又走到了一起 那么中国足球 我像当时有个叫张璐老师 这也是著名的评球人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这是五年前说的 在中国国家队那会开会 他说中国足球路子走对了 还需要20年的时间 其实这些话是很多领导人不愿意听的 不愿意听的话 说怎么路子走对了 还有20年 其实他说的话很贴切 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了 中国队 目前啊 就目前这个水平 没有丝毫的改变 所以这个招来这么多的 所谓的这个谩骂也好 还是指责也好 那么我想中国队该担当 因为我觉得作为国家队队员啊 你被选到国家队 你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 就刚才跟李老师我们探讨 你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 或者说你不属于俱乐部了 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你承载的是一个 甚至是全国四亿球迷啊 我们号称四亿球迷的这种希望 那么现在这个这个 我想走到今天 中国足球到底是 什么时候能走出去 我想还是回过头来要看 理性的 要理性的务实的 还是真真正正的 要从青少年抓起 要从小娃娃抓起 真正的把中国 中国足球实际上做不好 我认为现在最缺少的 就是基层的教练员 我们没有优秀的基层的教练员 中国足球出路的确是妙芒 对因为现在都说 现在就是 都请了李皮是吧 就是已经很厉害的人 国际很厉害的人 然后呢 所以说 大家可能期望值更高了 我觉得我对现有的 这支国家队 或者是代选的一些 江湖自由的这个被人出 那么我认为 还是充满期待的 至少充满中国足球球迷 尽管这么多年来 我曾经说过一番话 就这么多人骂你 证明他爱你 尽管这么 在乎 这样尽管成绩不好 但是中国球迷的不离不弃 然后俱乐部 特别是投资老板 这几年中国足球 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 中国引来了世界级的巨星 包括对于中国足球 这种推广 推动 我相信都会是起积极作用的 那么在假以时日 再加上俱乐部也好 刚才说了 投资人不仅仅要找钱 他有很多投资人 放弃了自己的另一个职责 要加强对于球员的 积极的正面的引导 从思想境界上 从担当上 让他们更有一些这种 这个胸怀和格局 假以时日 我相信现在的中国足球 还是充满希望 刚才咱们洪姐用了句 就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这是对的 同时我觉得呢 还要从娃娃他爹 或者说他爷爷抓起 这个是讲什么呢 就是他的爹 他的爷爷 我的意思就是足球的管理者 要从足球的管理者抓起 立体的 向下是从小孩抓起 向上要从足球的管理者抓起 刚才洪韵讲了 这个我们把 李皮的能力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没有任何人否认 他不是一个好教练 没有人否认 但是为什么带中国队这么辛苦 这里边有 刚才咱们洪姐讲的 我们这些年忽视了青少年的培养 甚至说包括现在 现在这一批中国球员 他能力 眼界 认识 意识方面 境界都不够 境界方面 所有的问题 这些都是 这些也是其中的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 那么咱们话句话来讲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俱乐部 在亚洲赛场上 这些年一直表现的都非常好 是的 为什么在李皮接手国家队之后 在去年的咱们的十二强赛上 是的 也表现得好 也还可以 为什么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的俱乐部队 在亚洲的比赛当中表现得好呢 因为这个 这个俱乐部队的说话算数的 就是主教练 老板就是背后支持你主教练 我要钱给钱 要人给你人 是的 其他的我不干预 我知道 我是 我没你懂 我就踏踏实实 干好我自己的事情 我经营好我自己的俱乐部 我给你提供充足的保障 前面你带队去赴唐导火 这是一种责权力很清晰的一种的产权关系 但是在一上升到中国国家队的层面上来讲 这就很变得很模糊 到底这支国家队谁说了算 是不是李皮说了算 甚至说也未必 可能是给李皮出钱的许家印说了算 也未必 那可能是中国足协的领导说了算 还有可能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说了 这个就很复杂 这个绝不 我们老讲中国国家的 为什么中国国家队的成绩上不去 有刚才咱们洪杰讲的这种具体的原因 甚至说宏观的 微观上的来讲的话就是 干预的人太多 你想想洪杰咱们打个比方 在我要比赛之前了 你突然间给我来了这个 说这个不行啊 纹身这个 以后都要覆盖掉 怎么样 这对队员的心理 它确实是一种打击 对吧 至少是一种干扰 红韵 你比如讲 你上这期节目之前 你的台长跟你说了 你不能够穿这样的衣服 你必须把你这一组的头发 把它盘起来 这对一个即将要主持节目的主持人来讲的话 这是种什么样的心境 对吧 所以说咱们将心比心 我觉得有刚才咱们洪杰讲的就占了百分之八十的 我讲至少占百分之十 就是管理者也要不要 真是 我觉得两位专业 就是行内人士 也是代表了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足坛的一个新生吧 是吧 相信呢 大家也可以采纳 也可以采取这些建议 今天两位那么多 我觉得就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也祝福一旦 咱们不快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